十多年前,网恋还是一个新鲜事物,可是有两个人却因为他而改变命运,一个是在家乡四川读大学的吴女士,另一个则是刚刚离异远在江西的王先生。 尽管两人相差十多岁,尽管王先生有过婚时,尽管他们相隔千里,可是网恋还是让他们幸福的结合了。 十几年一晃而过,当年这段轰轰烈烈的感情,如今却以悲剧收藏了。 就在两年前,吴女士和王先生办理了离婚手续,究其原因,竟然是王先生的一个嗜好扭得祸。 对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,让我心里面一直有个结也解不开,对他有八个自信用,爱气不信,怒气不真。 谈到前夫的爱好,吴女士的情绪激进失控,显然她对前夫的这个喜好是深恶痛绝。 然而,对于前妻的控诉,王先生是想十分冤枉。 我个人认为,我在可控的之下,不是我这样敏感,不是反感,甚至厌恶,我也搞不懂。 王先生想不明白,前妻为何对自己正常的爱好如此的敏感和厌恶,乃至到调节现场,只要一谈起这个爱好,前妻吴女士就显得委屈难当,后悔不已。 我现在都知道,不听父母的,她真的,我最不幸的,活该,报应。 我就是在这个前处里,没有公司,大家没有朋友。 没有其他的爱好吗?你就是那个朋友。 我什么爱好? 究竟是怎样的嗜好,让曾经彼此深爱的人变成如今这般模样? 这对已经离异的夫妻来到金牌调解,又会有怎样的诉求?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调解现场。 有问题来调解,来调解没问题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,我是张燕。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,胡老师。 欢迎您。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,欢迎大家。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,是王先生和吴女士。 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,要解决什么问题? 因为我跟他已经离分有两年多了,但是我现在很纠结,要不要在一起。 什么东西让你纠结,要不要在一起过? 喝酒,不要喝酒,还有过下去的希望。 我喝酒,我不是我要喝醉啊怎么样,他就是对酒好像特别敏感,反感,甚至厌恶。 就一听到我要在外面吃饭,他就感觉你一定今天要吃饭,就上桌,上桌就喝酒了。 也不管你是喝多还是喝少,他首先就要骂你,心里面就很烦了。 那你的诉求是? 我的诉求就是希望我们两个人就像正常的家庭,不要有一点点事就整天闹,吵。 就是跟他说话,说一句话,两句话,一个字,能按照他的意思来,他都可以暴跳得起来。 跟你吵闹,几天不离你打冷症,把家庭搞得一点生气的嘛。 然后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,两个人还是能够平平淡淡的吧,过一辈子就行了。 为什么说到这样一个看似很简单的诉求,您会这么难过? 然后在我心里面,我就觉得跟他一起过了一点点事情,就跟他说,一句话,一个字都按照他,咬文脚字一样的,就跟他背着要合他的意。 所以我觉得我很难做到。 刚刚王女士透露出来的信息是,二位已经离婚了,两年了。 是的,那个离婚是离了两年,但是那个不是从内心来说,不是我们真正的那个意思表示,就是说感情过不下气离了婚了。 所以现在呢,虽然我们离了婚,我们现在还是在一起生活。